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务理事长王兆佐 副主席陈国骏 副理事长王伟明 理事陈元璞等出席了活动 国会众议院参选者利用明理光临现场 联合会为65岁以上的会员送关怀地温暖 有200多位长者参加了这次活动 联合会上 陈廷安主席代表都夫同乡总会对长者们质疑节日的问候 祝愿他们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并为每位长者送上了礼物 他说 都夫同乡总会开办瑞康成人活动中心的宗旨 是让会来的长者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让老人家得到照顾 并让他们的子女能够安心地工作 每年的进到联合会 私理事们对长者们的敬意 国会众议院参选者利用明对都夫同乡总会把弘扬孝道与欢度双亲的节日结合起来的活动表示暂许 肯定美国都夫同乡总会经营瑞康成人中心活动的理念 让长者们由舒适的地方安享晚年 联合会上有麻雀比赛 抬车比赛 乒乓球比赛 象棋比赛等 来自瑞康成人中心的老人们还带来了歌唱 乐剧 乐曲演奏等精彩的文艺表演 他们聊聊动听的歌声 轻盈整齐的舞枝 是好不迅速于年轻人 迎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随着节目精彩分成和现场诗都会义工的热情服务 长者们心中充满了快乐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晚会在一派强和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会后 杜福同乡总会主席陈定安和副理事长王伟明 接受了MGM美高美国际传媒文艺到来节目的采访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美国杜福同乡总会的主席陈定安 今天今天是瑞康老人中心 也就是说我们杜福同乡总会属下的中心 举行一个每一年的经老 乡村节经老活动 我们又举行了跳舞啦 唱歌啊 还有那个吃餐 那个收汁啦 鸡啊什么 订了很多餐 他们每一年都搞一次啦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让这个讲者感受到我们大家庭的快乐 同时这个老人中心就是我们会所自制开的 就是说凡是六十五岁以上的成者 就是可以来包明就来参加到里面什么会员 我们每一天早上呢 有车到那个老人家的门口 把他们接到中心来 吃早餐 然后呢 安排呢 节目啦 跳舞啊 打太极拳啊 或者打乒乓波啊 还有打桌球啊 萨棋啊 这样麻将啊 这些活动 然后来到中午的时候呢 就安排吃饭 都是孔一安排吃饭 吃饭以后呢 他们也记住喜欢这活动 活动到三点钟左右呢 就是司机的爸爸们 安全送到这里 我们的目的看这个呢 就是希望我们的会员 老人家能够得到照顾 然后他们的儿女就可以安心地去工作 就是这样 他们每一个老人来到这里呢 都很开心 他们都是每一天跟上学一样舍不得走 各位都府同乡会的乡签朋友 朋友们 大家好 好高兴今天我在 我参加这个都府同乡会 乡签经老轮分活动 经老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五千届 父千届也是人意四方门名 也是感恩父母亲的日子 尽祝所有的父母亲幸福快乐 健康强秀 谢谢大家 我是美国都府同乡会的副理事长 Raymond Wang 王伟明 大陆 大陆